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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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谢Conny邀请我来和大家分享这个课题 刚才Conny也说了 我自己在圣神修院教论伦理方面 特别是社会伦理方面 所以她就找我来讲这个题目 即是基督徒在社会里面的角色 特别是我们会聚焦有关共同家园 一会儿会说什么共同家园很大 和我们的大自然环境有关 近日我们经常都听到很多环境的问题 大家都经历过可能基于很热的天气 影响到我们周围的环境 其实我们教会有没有就这方面 都有它的看法呢 我们新闻基督徒在社会里面 有没有特殊的责任呢 上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大家是不是大部分是新教友 因为这是一个新教友課程 我猜大部分是新教友 是不是刚刚过去的福活节领洗 哪位是刚刚领洗的 可能没有他小的就是代父母 所以大家都刚刚领洗自然 应该感受到天主对你们的召叫 我们说基督徒社会责任的时候 都不会分开和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召叫 天主召叫我们 我们说对 天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 其实每个人都会召叫 不过我们会否回应他 就有另一件事 天主给了这份自由 大家坐在这里 当然也是已经回应了这份天主的召叫 你回应了之后 你又坐在这里 你想再进一步去认识你的信仰 看看自己有什么基督徒的使命 这也是我们特别是新领洗的教友 值得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天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使命 有一个责任给我们 我们可能要好好辨别一下 去探讨 你们之前或者往后都有一些关于灵修的课堂 其实正正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在灵修之中辨别一下 究竟天主给我们每个人的召叫 那份使命是什么 我们说天主给了这份邀请我们 我们又有回应 其实就开始了我们的信仰的历程 但有些人未必会那么踊跃去回应 我们又回想 可能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 可能自小领洗 或者出生就领洗 我自己也是成人才领洗 但我也有一些朋友 都是一出生就领洗 爸爸妈妈给的一份礼物 也是天主给的一份礼物 但有些人未必会很积极回应 慢慢就可能离开了 未必会那么积极回教会 所以其实回应这个行动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主动去回应 慢慢跟天主这份关系就会疏远了 所以我们也要谨记 特别是你们身领洗 如何去保持这份跟天主那份密切的关系 这是我们时刻都要记住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们每个人都领洗 有这份使命 其实都是延续基督的救世工程 天主派遣去的独生子来到世上 其实都是救赎我们 救赎我们 因为我们每个人原先都犯了罪 如果我们没有这份救赎我们 我们可能依然是一个罪人 虽然我们每个人到现在都有机会犯罪 但是天主派遣了耶稣来救赎我们 其实都是让我们可以从这个罪恶的昏迷之中 都可以拯救我们 让我们可以重新肯定我们每个人的尊严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召叫和使命 我们都是要作出这个肯定的 好了 我们说要去认识我们的信仰 大家新教友 可能都会问 其实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福度 我们如何加深我们认识的信仰 我都很喜欢把信仰福度分了几方面去了解 我这里称它为理性情感和实践这几方面 理性当然是用我们的脑袋 理性地认识一下我们的教会信仰的内涵 好像大家参与舞蹈班 听了年纪的教理 认识了很多可能大家都看过那本的教理的书 很多理性的知识你们会掌握得到 对我们每个日的基督徒来说 其实都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要认识究竟我们信什么呢 我们领了世家入教会 不是说就这样做了一个基督徒 就觉得完成了 有些人觉得领了世就好像完成了这个任务了 可能圣诞都未必一定会回来的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既然可以回应天主这份召叫 当然就是要加深认识我们的信仰 究竟有什么来涵 所以理性的幅度也很重要 去认识我们天主教传统里面有什么价值观 让我们可能在生活之中 在工作之中 在家庭之中 去生活的时候 都让我们有一些原则和价值去遵行 让我们真的做了一个好的基督徒 所以都是要我们理性地去认识我们的信仰 但是单靠理性够不够呢 当然也不够了 因为我们脑袋认识了 但是会不会推动我们去做一个好的教友呢 其实都未必一定会的 你掌握到很多知识 但是跟你真的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也说 感性和情感的幅度也很重要 让我们可以将一些理性认知的教理 价值观都可以内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用心去领会这些教义和我们的价值 可以贯穿我们整个人 让我们整个人格和性情 都可以真的跟随耶稣 这个就是我们的情感的幅度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有理性的认识和有情感的幅度 自然会推动我们在行动上去实现出来 这个正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其他人都可以 我们是追出耶稣的基督徒 这个实践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我们前几天读的那篇圣经 都是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的 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了行为的幅度 就是不可以称得上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实践的部分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幅度 可以简单来说 可以分为这几部分 我们都可以好好地了解一下 我们一方面要去认识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把它化为我们内在的一部分 让我们真的可以感受 可以将它成为我们的性格的一部分 然后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实践信仰 成为一个更加好的耶稣基督的追随者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这几个向导 刚才我们说我们受召叫 有回应了天主这份召叫 我们希望可以实践这份使命 我们有什么使命呢 我特别在这里想引用一句圣经 可能大家都听过 这句圣经是来自一本先知书的 《米该亚先知书》 这句圣经也可以说是我的金句 因为我觉得 其实对每一位的基督徒都很受用 我们都经常问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其实天主想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怎样去追随他呢 这句的经文正正好呢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 天主想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基督徒 他说了什么呢 上主要求于你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你行正义 爱好慈善 虚心于你的天主来往 我们看到其实有三个层次 有与天主的关系 有与人的关系 也有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用回这三句经文 如果套用回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 可以成为这三个幅度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着重 我们个人和天主的关系 第三部分 虚心与天主来往 即是说我们每一天的灵修 祈祷 其实都是想加深 与天主那份的关系 这个就是个人 与天主的关系的向导 但除了个人之外 我们都说 与我们身边周围的人 其实的关系都很重要 所以其中一部分就是 我们要爱好慈善 即是我们与人如何相处 就是要温良和良善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己 和人的相处的态度是怎样的 有时会不会都很恶呢 又或者不太脾气的时候 缺乏了耐性呢 或者有没有人有子女的 如果有 有时子女做了一些 不听话的事 可能你都会很猛的 可能你用了重点的语气 来说他们 可能会破坏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我们都说 可能有时你都 有那里的火很难感得住 不过事后如果我们再想一下 始终我们都想和家人 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保持一个温柔良善的态度 其实是很重要的 无论是和家人 和朋友 或者和工作的同事 和合作伙伴 都好 和不同的人 或者我们的隔离伦社 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 如果采用这种 温柔良善的态度 其实都是表达到我们的爱好慈善 就是我们的慈悲心 那种做人的态度 其实都很重要的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那种的关系 爱好慈善 还有一个更加坏的 放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就是履行正义 我们说 除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外 那我们与其他社会上的群体 又或者社会上发生不同的事情 我们用一种什么的态度去面对呢 那圣经就说 我们听说 要用一个正义的态度去面对 那无论是在社会上 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们看到 好像令某些人 受到一些不公义的对待 又或者有一些弱势社群 他们会不会受到忽略呢 可能无论是一些贫穷的群体 或者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人士 如果在社会的政策层面 不可以帮到他们的 那可以怎么做呢 这也会牵涉到社会的公义问题 圣经也告诉我们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外 我们都应该可以再伸延多一些 去留意一下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都用一种正义的角度 一种正义的态度 去对待一些公众的议题 或者社会上发生的事 甚至宇宙万物 我们说大自然 我们有没有和大自然都建立了一个好的关系 不是在破坏和大自然的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再宽一点的层面 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和社会和环境建立这份关系 所以刚才那句的圣经金句 我们再看一次 就是要求我们基督徒 就是要理行正义 爱好慈善 虚心和天主来往 这个正是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 无论是身领洗也好 或者我们已经领洗很多年也好 我刚刚去计算我领所洗多少年 我是1994年领洗的 数一数下都已经30年了 其实我们都是不断地去学习的 即使领了洗很多年也好 我们都要在时刻去反思一下 究竟我们有没有跟随天主的旨意去生活呢 这句的圣经金句 我视之为一句 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是去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去和天主保持一份密切的关系 如何去待人处事 以及在社会上用一种什么态度 去面对社会的问题 好了 有这么多一些 我们说无论对人与人之间 或者一些社会的议题 那我们如何去回应 或者是我们用一些什么原则价值观 去帮助我们去关注这些议题 其实我们教会是有一套 很有系统的教导 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社会 让我们去跟随一些原则 可以帮助我们去回应社会的议题 我们就叫这些做天主教的社会奋斗 不知道大家在舞蹈的时候 有没有听过社会奋斗的一件事 没有了 我想十之八九 可能你们都未进入认识奥期 或者要再进一步 才认识我们教会的这种奋斗 但其实社会奋斗 在我们的新教理里面 都有很多篇幅 是告诉我们 究竟我们教会的社会奋斗是什么 我们天主教正正就是有一套很好的传统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作为基督徒 其实可以根据什么的原则 去帮助我们去了解社会的人和事 以及我们可以怎样去回应 这里就是摘录了其中一段的文史 其实都是我们说引出这些社会奋斗 所谓的社会奋斗是什么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其实社会奋斗 如果我们说从天主教的 近代的传统去看 是有八多年的历史 由十九世纪开始 由不同年代的教宗去撰写的一些书信 就是给普世教会的天主子民 即基督徒的一些书信 就说回他自己对当时的一些社会局势的看法 分析和用回我们的圣经和教会的传统 去做一些诠释理解 究竟我们如何看这些社会的议题 我们在教会的团体 我们可以如何回应这些问题 所以不同年代的教宗写了这些书信给教友 其实就是累积成为一些文件 累积到我们有百多年历史 就已经有差不多十多二十份的社会训道文件 其实一会儿我们会集中说其中一份 特别是和我们的共同家园有关 这些文件都可以说是 可能一般教友未必真的会亲身来看 不过其实都是有一些很好的资料 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教会 其实对一些问题有什么的教导 所以我们说去认识社会训道 以及去讲解社会训道 都其实很重要 我读一读这一段文字给大家听一听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认识社会训道重要呢 这里就说社会训道的最重要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激励我们去行动 令到现世的事务福音化 令到更加合乎人性 福音化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们每天都应该去读圣经 去了解我们的福音里面说些什么 除了我们自己知道要遵循福音 了解福音说些什么之外 我们都希望可以将这些福音精神 去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些价值观 所以就将现世善无福音化就是这样的意思 令到整个社会都更加合乎人性 社会训道希望可以培育我们 我们作为基督徒 令到人可以尊重伦理秩序 成为热爱真正自由的人 在真理的光照之下 我们自己可以 因为跟从这些社会训道 可以形成我们自己的判断 譬如遇到一些人和事 特别是要从事一些伦理的判断的时候 也需要一些原则去帮助我们 社会训道可以帮助我们 去形成这些判断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责任感 去表达 去实践 一切尋求公义 去尋求真理 争取公义 这个就是我们 概括了社会训道 为什么这么重要 你有问题 有没有一些政治的东西 如果要解释 其实也可以很长地解释 不如简单地回应一下 因为我们社会训道一会 都会讲解一下 社会训道有什么主要原则 这些主要原则正正就是 帮我们去判断一下 究竟我们现在的社会 有什么问题出现了 社会训道可以类比成为 一些理想社会的原则 我们对比一下现在的社会 当然不是100%可以符合我们的社会训道 这些原则 有些差距 出现了这些差距 我们当然觉得不太理想 当然希望可以改变 为什么改变呢 有很多方式去改变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政府有政府的角色 可能你是从事一些不同的工作 一些专业人士 又或者是一些政府官员 每个人都因应自己的身份 都可以有自己的角色 去根据这些社会训道的原则 去看看如何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令到它更加合乎人性 和福音的精神 所以如果你说去到政府的层面 又或者一些官员 如果他们都是一个天主教徒 如果他们都根据这些社会训道精神 希望可以令到整个社会更加合乎人性 他们制定的政策都合乎人性专业 那当然是最好的 那这些是否政治化呢 你也可以说是政治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政治动物 不可以离开我们的社会 所以如果我们去关心一些社会议题 或者一些社会政策 是否属于政治的一部分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广义也可以说是 但是我们说 我们是否去参与政治呢 那又是另外一个层面 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召叫 就是天主召叫 你是成为一个政治家 都可以是这样的 那你又要看看 你有没有按照你的良心 你的教会的一些价值观 去成为一个好的政治人物 那这也可以是你的使命 那是否政治性呢 你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因为如果我们根据教会的奋斗 如果你是神职人员的话 那你又不可以用神职人员的身份去参与政治 但是如果你是教友 一般有信徒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的 因为你也是 我们除了是基督徒之外 也是一个公民 有一个公民的身份 公民可以投票 可以有被选权 也可以去有参选权 所以如果你有这份召叫 你成为一个政治家 或者政治领袖的话 你可能就会参与这个政治活动 但是当然政治也有政治的伦理 我们今天两个小时 当然就不可以什么都说了 但是我们神学院 就有一科社会伦理 是两科的学分 逐个逐个主题 就会慢慢去解释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 当大家是适当的时候 欢迎你们来报读我们的 《诚神修与》的课程 好 那我们可以答不答到这个问题 我待会说到我们的原则的时候 就可以再讲解一下 所以我们的社会奋斗 就有这些主要的作用 让我们 希望可以根据一些原则 可以帮我们社会更加合乎人性 更加令到福音化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而我们作为教徒 就希望可以参与其中 可以一起透过认识真理 去令到社会更加合乎社会公义 这就是我们社会奋斗的主要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说 社会奋斗 就提供了一些反省的原则给我们 让我们有一些依据 就可以帮我们去判断 所以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还有另一层子就是行动的指引 我们认识了这些标准之后 就可以去看看我们 如何透过这些标准 去帮助我们 去推动我们 成为一个实践者 真是去将这些原则 可以化为行动 应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希望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 启发我们 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 社会问题那么复杂 我们哪懂得回应 正正就是了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 就没有人去关心社会的弱势社群 或者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认识了社会的奋斗 都是给我们多一些信心 亦给我们一些希望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 社会好像有很多问题 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些失望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都应该有这份盼望的精神 在当中 即使多艰难也好 遇到很多困难也好 但如果我们相信复活的主基督 他都经历过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困苦 最终他复活 其实正正是他的复活 给我们这份盼望 我们有这份希望 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 有更大的信心去面对很多的困难 和面对将来的挑战 所以社会的奋斗 都是有这些作用 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信心 和更多的推动力 让我们可以和更多的人一起合作 在座的都是使用的教友 但我们社会的奋斗 除了给教友看之外 原来都是给其他人看的 让我们希望 如果我们都和其他人 都说有相近的价值观的时候 可以和他们一起合作 去改善这个社会 因为我们个人的力量 一定是有限的 我们教会的力量 其实也有限的 特别在一些地方 我们的教友也是少数 香港有多少百分比 天主教徒 知道吗? 4-5% 好了 连上基督教 10%左右 足够不够呢? 要改变一个社会 好像很奢望 但是如果我们和多些 有善意的人一起合作 不论宗教也好 不同的背景 文化各方面也好 如果我们有相近的价值观 其实也可以一起合作 让我们一起共同去 改善这个社会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社会训道 告诉我们的很重要信息 好 这个就是我列出了一些原则 刚才说到 我们社会训道 其实是很多的一本本的文件 一般教育 当然未必会看完整本文件 有一些神学家 学家 学者 将这些 教会的 训道文件 综合起来 有些主题 经常在这些 训道文件里面出现 将它可以归纳成为 有些人 就会成为 五大内容 或者有些 七大原则 有些是十大原则 其实没有很固定的 数目 但是 大致上 和我列出来的 都是差不多 因为有些 细行 可能是 包括一些 大一点的原则 可以包含一些 个别的原则 那里 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 譬如我们说 由团结关怀开始的话 就是 我们用一种什么态度去对待人 或者 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的时候 用一种什么态度去实践 我们很多时候都说 用一种 和其他人团结 愿意有一份关怀的心 团结关怀 英文就是Solidarity 这个原则可以说 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教会 用得最多的一个原则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都用这个原则 就是鼓励教友 去关心其他有需要的人士 我知道 这个堂区 都做了很多 关心弱细社群的一些事工 去探访露宿者 一些贫穷的家庭 其实这个 都可以说是 本着团结关怀的原则 希望可以透过我们 一些个别 教友的力量 或者一些集结的力量 甚至是我们 成为一个团体 例如有些堂区有关社组织 正义和平小组 又或者甚至在再大些 成为一个公民的组织 希望可以推动更多人 去关心一些群体 和社会问题 我们说改变制度和人心 因为很多问题 都超越了我们个人的力量 可能就是要用一种制度性的层面去理解 但是单单在制度上 其实根源都是在每个人的人心里面 我们个人的态度 其实是否有这种慈悲心 去关心一些有需要的人事呢 所以我们说个人的幅度 和制度层面的幅度 都是这么重要的 除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一份关怀之心之外 每一个团体 甚至一个国家 一个富庶的国家 去帮助一个贫穷的国家 都可以说可能是基于这一份团体关怀的心 去愿意帮助其他国家或者人民 这是其中一个原则 好了 辅助原则 辅助原则就是指我们在一个社会里面 其实都有很多层面的阶层 由最基层的一些个人 去到一些中介团体 无论是宗教性的教会团体 又或者是一些社会的团体 又或者是一些经济的活动层面 一些经济活动可以是一些公司 无论是地区性的或者跨国的公司 去到最高层的就是政府拥有一些权力 去制定一些政策 我们说这些就是一些社会训练 亦去做一些政治团体 但一般我们理解就是政府机关 一个社会就由一些不同的levels 去组成的 我们教会就说 整个社会应该用一个辅助性的原则去理解 就是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层面 是有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应该每个人都不可以抹杀 其他层面的角色 所以政府当然有的角色 去制定一些政策 去关心整个社会的人物 但是他都不可以用一种很垄断的权力的方式 去抹杀了原来一些中大的团体 或者一些基层的人民 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和角色 所以换言之就是 我们可以用一个分层责任的角度去理解 又或者我们社会训练里面 就很清楚地说明 就是我们是不认同一个极权的统治 又或者就是用一个小圈子的团体去统治一个地区 都不是很认同的 正正是因为我们会认同多些 就是每一个的阶层 或者每一个的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团体都好 都有自己的参与的角色和责任感 所以我们的辅助原则 就会联系到参与和责任感这两个的原则 我们很多时候就要来看一些社会结构的问题 如果我们讲到一些政治议题的时候 就会采用这个辅助原则去理解 另外一个就是大众福祉 大众福祉就是看整个社会 我们可以用这个原则来理解 就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社会 理想的社会就是用一个大众福祉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不只是关注个别人士 或者个别社群的利益 大众就是所有人 即使我们的社会 由不同的群体组成都好 可以称得为大众 就是说每个团体 每个人士 其实都是应该被照顾的 就是他们的福祉就是welfare 就是他们的一些基本的需要 他们的基本的权利 都是应该照顾到的 这个就是一些大众的福祉 所以我们就说 如果我们可以达到大众福祉的理想 那就世界和平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 社会的不同的地方 还有战争 就是不达到这个和平 很多时候都牵涉到一些 我们说有些罪恶的结构 结构性的罪恶 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都理解罪恶 就是个人的罪恶 但是其实有些罪恶 就是牵涉到整个社会 或者一些政治的权力 可能有些人垄断了这些权力 就成为一些结构性的罪恶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纷争 战亂发生 其实都是基于他们 可能太过有这个权力欲 想征服其他人 不尊重其他人 这个都是要克服的这些罪恶 财物为众人普遍拥有这个原则 就是如何看财富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物 财富 我们教会是肯定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私有产权 但是除了我们说有私有产权 不是代表我们可以无限地 去拥有一些财富 我们教会就有这个原则 就是平衡我们如何看财富 因为我们看财富 财富是来自天主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天主创造 天主给了这些财富 给我们每个人善用 去管理 所以所有人都应该共同拥有 当然我们说 因为正正是有私有产权的原则 不是所有人都要平等地 去拥有所有的财富 但是我们都不能使财富 过分地不平均存在 这个原则就正正提醒我们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社会上 有些人很贫穷 三餐都不够吃的话 正正看到这个社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财富不是很好的善用 令到有些人 连一些基本的生活都满足不了 所以这个财物共享 我们可以说 正正是提醒我们 要好好善用财富 我们有多元的要和人分享 当然我们个人 可以和人分享财富 但是更加重要 就是政府 有没有在他们的政策 透过他们的政策 都可以好好地去做财富 再分配的作用 这也是牵涉到我们如何理解财物共享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生态环保 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大地的管治者 天主给我们做一个管家 其实就是要我们好好地去 应用天主创造的所有的万事万物 我们有没有好好地 运用我们的能力去管治这个世界 无论是管治大自然的资源 或者是去好好地管治这些资源之后 令到其他人都可以好好地生活 这也牵涉到我们是否 擅心管家的责任 其实很多这些大原则 归根我们都说很重要 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人的价值 所以我们放在中间 就是人性尊严和人权 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人 我们有没有将其他人 都将他视为天主的一个肖像 我们既然每个人都是天主的肖像 我们自己是 其他人也是 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尊重这些人的尊严呢 这个原则正正提醒我们 既然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尊严的话 我们就是要好好地去关心其他人 其他人的基本需要 他们的基本权利 有没有得到照顾呢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如何去帮助他们呢 除了我们个人政府 又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呢 这个就是 我们都是社会奋斗的核心 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人的价值呢 很多时候我们说 可能看到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即时我们都可以想到 究竟当中有没有人的尊严 可能被忽略了呢 有没有看到 有些人三餐都不计的 很明显 就是他们都不可以 有基本的生活 受到尊重 他们的尊严受损 又或者一些工人 他们就是 在隔大以天时之下要工作 没有得休息的话 甚至可能最近也有很多地盘的意外 犧牲了我们的生命 他们的工作之中 有没有受到尊重呢 就是这份尊严有没有受到重视呢 这个也是我们去看回 就是这些社会奋斗的原则 就是帮助到我们 如何去看回我们的社会 是不是一个人性化的社会 是不是合乎一个福音精神的社会呢 正正是这些社会奋斗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理解 所以我们说 如果我们遵从这些原则去生活的话 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真理 正义 有爱和自由之内 当然我们距离这个理想 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希望我们都可以 可以善尽我们的一些责任 去尽量改善我们的社会 好 好了 我们说我们要拥有这些原则 但我们如何去运用这些原则呢 我们社会奋斗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采用这种方法 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社会议题 或者看到一些社会上的群体 出现了一些不公义的对待 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说可以用这个C Judge Act的方法 首先透过生活体验 即是亲身去认识一下群体 去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活状况 譬如旁区去探访一些牢宿者 都可以说是一些生活的经验 让我们透过跟他们去交谈 去聊天 了解他们的需要 让我们有机会去观察社会上一些人的需要 好了 我们认识了一些个别人士的需要 这个是否代表这个问题很严重呢 可能我们还未知道 我们就可能要透过 借助一些社会分析 去帮助我们了解 例如牢宿者的问题是否很严重呢 可能有些学者已经做了一些研究 我也看过一些民间组织 访问过一些不同地区的牢宿者 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要成为牢宿者呢 他们面对这些什么问题呢 可以怎么改善他们的生活呢 这也是要借助一些社会分析的工具 让我们去形式一下 这就是去明白和了解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说 一些社会问题都很重要 就是我们如何从信仰角度去理解和反省 刚才我们简单地介绍了社会分析的原则 正正就是透过这些原则 帮助我们去做一些辨别分析 我们从这些社会分析的角度去 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问题 究竟我们重终可以得到什么反省呢 当然我们也要在祈祷之中辨别 让我们都可以去问一下尚主 究竟你想我们认识了这些问题之后 可以怎样回应呢 最后当然就是这个实践 应用 就是回应行动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有些人可能就说 我参与一些服务的工作 有些人就说 我可能认识社会学的 可能他可以帮助做一些社会分析的工作 也可能有些人可以带领大家一起去做一些灵修辨别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角色和位置 我们说虽然分开四个step 但其实不是这么齐整的 一个一个笼住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说 四个元素同时进行到微顶 我们去探访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我们的脑袋里面 已经在了解他们面对着什么问题 也可能在他们接触这些弱势社群当中 我们都看到耶稣的面肉 其实都是帮助我们 从信仰的角度去反省的 所以我们其实虽然有四个步骤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熟练地认识这四个步骤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融合成为 帮助我们去实践信仰的一个工具 好了 刚才说了有这么多不同的议题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们上了金堂 集中了其中一个议题 以及其中一两个的原则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说是 我们也是要照顾这个大自然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管理者 天主要委托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管家 我们有没有擅盡这个责任呢 我们金堂就想说多些 关于我们的生态危机的议题 因为生态危机的议题 我估计大家不多不少 都一定和自己的生活 都有些接触和影响 所以就想大家看一下这幅图 这幅大图中也有很多的细图 正正就是发映到我们今时今日的一些生态问题 我们也看到极端天气的现象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当然也有 香港也有经历过 我们看到其他世界各地 有时在新闻里面 也看到旱灾出现 暴雨出现 刚刚最近过去那几个星期 国内 上海 或者其他地方 也有出现过 越南 也有出现过很特大的水灾 热浪的出现 以前很多地方都不会这么经常出现 但现在当有些人民 住在一些海岸线的城市 就很担心 很多时候 大风一打起来 就会有海啸出现 甚至日本的机场 都试过被淹没 这些都是 我们看到很多的气候危机 我们说这些气候危机 有时的学者称它为 气候紧急 危机 因为好像我们也很难控制得到 我们也可以说是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 因为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对 不单单我们看到大自然的影响 其实对我们人类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虽然是一个生态的危机 其实也是人类的危机 所以我选了这个题目 其实都是Conning一起选择的 大家都觉得 这个议题 无论对人 或者对大自然界 都是这么重要的 接着我想放一条 两分多钟的短片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先进入我们的分享 因为这个影片 其实是教廷制作的 教廷有一个部门 因为教宗出了《愿你受赞众通语》 稍后也会分享一下 他就觉得 出了几年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份通语 有没有人看过 没有 所以教宗就说 单单靠一本书不够的 不如拍一条片出来 让大家在YouTube上 可以免费下载来看 当然这段影片 是过几钟的 我就不可以 在金堂里面 给大家看完 所以我们只可以 看一条片头 让大家知道一下 原来这段影片 教宗就因应这份通语里面 邀请了有五位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他就觉得 这些地方 无论是非洲也好 拉丁美洲也好 北美洲也好 在不同的地方 亚洲也好 其实原来不同的地方 都会受着这些极端天气影响 所以他就邀请了一些人 去到罗马和他会面 去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 所以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去Dato Si Film The Letter 就有这一段影片了 又或者大家想看一个中文字幕的影片 可以联络教区的全人发展委员会 他们就把英文字幕 已经翻译成为中文字幕 也有去过一些唐区播放的 那就麻烦了Ernest 我们播一播这一段影片吧 好吗 The Vatican releases Pope Francis' wildly anticipated encyclical on the environment La naturaleza gritta 所以我们都会看到 不容易 不容易 通常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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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是在拍攝期間 其中一位被邀請出席聚會的參加者 就是他的家園 他自己在家裡 因為受著颱風的影響 就浸透了 所以他把這個消息帶回去 跟其他參加者分享 大家都很為他憂心 也看到他們之間的團結關懷精神 但我們看到原來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人 都是因為受著這些氣候變化的影響 影響著我們日常的生活 香港大家應該有看過這些 在新聞裏面也看過 甚至可能自己也經歷過 有沒有人來自黃大仙區的 你應該最感同身受了 因為黃大仙的地鐵站 被雨浸了 這是其中一個點 有沒有人住在沙基灣的 沒有了 我特別拍了這個 是持有會的持有學校 他們的學校被那時候的颱風浸了 我聽到其中一些修生說 因為他們的圖書館是地下的一層 整個圖書館報銷了 很可惜 因為很多很珍貴的資料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認為如果暴雨很幸運 這個區域沒有那麼受到大雨影響 你可能覺得真的很幸運 很幸福 但如果我們看回香港的一個小城市 以前我們都不會想到 我們有朝一日會成為一個宅國 但是原來我們也有機會受到這些暴雨影響 剛才提到沙基灣 沙基灣其中有一條要興道 它出現了山泥傾瀉 為何特別拿這個例子出來說呢 就是因為我看到我們教區的勞工事務委員會 他們服務一些工人 其中有一些工人正正是負責去沙基灣的屋村 去清潔垃圾的 正正是因為沒有了這條路 因為他們山泥傾瀉 整條路封了 根本垃圾車是進不了 那怎樣做呢 原來工人因為沒有了這條道路 他們每一天就要透過這些扶手電梯加樓梯 去推垃圾車上樓 然後又推回下來 加重他們很多的負擔 其實很多工人因為經歷了好幾個月 令到他們就慎骨頭 其實我們都思考一下 工人其實都真的很偉大 因為他們限於即殺所在 所以一定要去從事清潔工作 但是因為缺乏了這些交通的垃圾車 可以幫我們運送這些垃圾 令到他們的工作量就加重了很多 不單單是香港 我們看到其實氣候變化 對一些個別的人社群 可能的影響是特別大的 當中有原住民 貧窮的階層 譬如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小農 城市裏面的勞動者 又或者一些漁民 譬如一些賭國的居民等等 其實他們都是受著很多的威脅 有些甚麼威脅呢 他們可能的 剛才我們說如果真的有海嘯 或者一些颱風的很大的影響 可能他們生命到不保 生存權受到威脅 或者沒有了糧食 根本可能糧食去不到他們水災的地方 他們的健康受到影響 可能有些地方甚至有疫症 都是很危險的 住屋就更加不在話下 可能他們的屋都報銷了 整個屋都被水掩蓋 或者被龍捲風摧毀 所以都可以說氣候變化 對一些很貧窮的社群 特別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說和貧窮的問題 都是息息相關的 例如我看諾斯會 他們都是其中一個扶貧的機構 他們都是在很多的發展中國家 有從事一些救援的工作 他們都做了一個報告 去說究竟氣候變化 對他們服務的一些對象有甚麼影響 他們就訪問了這些不同的對象 有婦女 有農民 有漁民 貧困戶等等 包括香港的一些貧窮家庭 他們說回他們所受到的影響 以及他們自己可以 如何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生活 當然有些民間組織都幫他們重建家園 希望他們可以盡快過正常人的生活 例如工人 我們有一次五一的活動 親身聽到這位的工友去分享 他就說回氣候變化對他的影響 就是因為天氣特別熱了很多 我們看回今時今日 可能大家一會兒出到街 都依然還是很熱的 但那早幾年的話 我們香港的天氣其實都沒有那麼嚴熱的 但我們看到現在世界各地的天氣都熱了很多 對於一些在戶外工作的工人 其實的影響是很大的 無論是清潔的工友 又或者從事建築業的一些工人 他們都沒有選擇 一定要在戶外工作的 所以很多時候都可能會中暑 或者在天氣太炎熱之下 令到他們不夠水喝 而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都是令到我們去思考 可能是否一些勞工的關顧 都要去關心呢 除了剛才所說的一些氣候變化問題 其實可能都跟我們的生活習慣有關 又或者相關的一些環境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都看到 可能跟我們所棄置的垃圾有關 其中塑膠垃圾都可以說是一個 很重要的垃圾來源 我們香港早幾個月前 都還在說垃圾徵費 不過因為種種安排的問題 到現在就要暫時擱置了 但為什麼我們覺得垃圾徵費 或者如何處理垃圾 其實都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因為垃圾可以說是 我們每一年都製造了很多萬噸的垃圾 如果我們不去減少垃圾 又或者從源頭減費 又或者我們如何循環再用 將一些塑膠循環再用之後 可以將它變成一些有用的物件 其實累積得越多的話 其實對我們的生態環境 都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也看回我們自己 又如何處理一些塑膠的產品 氣質的廢物 其實都是一個除了塑膠 就是一些紙皮 紙漿 這個都是在我們香港 其實都 我們政府環保署 其實都做過一些統計的 我們每年的固體廢物 其實都佔了很多 都是需要去呼籲市民 努力去減少這些廢物處理的 而政府近年都是透過不同的方式 去呼籲怎樣去循環再用 又或者是透過一些公司去處理一些垃圾 可以將它盡量減少一些垃圾的數量 包括一些廚餘 所以我們剛才說了很多這些垃圾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氣候變化的問題 但是這些根源問題在哪裏呢 背後為何會有這些問題出現呢 《教宗奇宗》在他的通訊中 都指出一個很重要的根源問題 就是我們人類 人類自己的一些活動 可以歸納為一種所謂的人類中心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以人的需要 為一個最重要的出發點 去購物過我們的生活 但是有沒有考慮到我們的生活方式 會不會對我們周圍的人 又或者整個的生態環境 其實都是會有影響的呢 如果我們只是以我們自己的需要 或者我們的思心 作為一種活動、行動的決定性因素的話 可能我們就會犧牲了我們周圍的一些環境 所以《教宗》指出人類中心論的價值觀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需要我們重新去檢視一下 我們自己有沒有成為一份子 過分地傾向人類至上 而《教宗》也用另一個名字 就是用後積棄的邏輯 所謂用後積棄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可能買了一些東西 用完之後就覺得沒什麼用了 就扔掉它 就好像成為一些廢物 無論對物件也好 對人有時候也是的 如果對人覺得他已經沒什麼用了 對於我們社會沒有用了 所以就覺得他在我們社會上沒有什麼價值了 我們就不會很關心他們了 所以《教宗》就用這個用後積棄的邏輯 用在我們如何看待我們的大自然環境 我們的物質和在人類身上 呼籲我們不要用一個人類中心論的方式去生活 而是用一個非人類中心論 我們提到這兩幅圖 正正解釋了由一個金字塔 人類在最上高的 人類就大了 我們就可以控制一切其他的受造物 天主不是希望我們成為一個管治者 所以如果用一個圓圈去看的話 天主去創造所有的受造物 希望我們都是受造物與受造物之間 都可以互相尊重 互相珍惜 大家都有一個價值在宇宙當中 人只是其中一份子 五歲就不要看得到 當然人有它的一定的價值在當中 但是如果我們去到一個極端的話 就可能會犧牲了很多其他的受造物 所以這個人類中心論 都可以說 它幫助我們去認識 我們很多的問題的根源 我們看回我們的社會訓導入面 也有提到氣候變化與人的相關 人為的因素是不可以忽略的 還有當中也會指出 當然我們可能理性上知道這個因素 但是很多國家或者有能力去制定一些政策的政府 有否留意到這個人為的因素呢 通訊中就會提到 經濟強國很多時關心 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利潤 可能會忽略了 就是我們有沒有同時都將一些環境的因素 都計算進入這個代價當中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近年我們看到很多軍事活動 就是打仗 可能我們有時候會覺得 打仗是很遠的 不關我們的事 在烏克蘭 在中東 可能有一段時間都沒有打到 我們亞洲這一邊 是不是這樣呢 也不是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軍事的活動 戰爭 衝突 紛爭 其實都影響著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民 有些人民可能因為某些國家打仗 影響到他們糧食的運送 令到某些國家 其實他們的糧食供應受到很大的影響 原來另一個因素就是 打仗其實排出了很多的二氧化碳 其實這些碳排放 正正都是加強了溫室效應 我們經常都說我們要減少碳排放 用少一點的燃料 又或者駕駛少一點的車 又或者用少一點的煤炭 但是原來你打一場仗已經排放了很多這些氣體出來 其實所釋放的氣體好像整個國家那麼多 這也是影響到我們人的生活 所以面對這些問題 我們都會問一個更加核心的問題 是甚麼問題 都是原理受贊重裏面 指出問我們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說我們希望留給我們後代 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即是我們的未來的孩子們 是一個甚麼世界 我們現在生活在我們今時今日 可能我們都覺得還是挺好的 我們未有這些缺水缺糧的情況出現 又未打到我們那裏 可能我們也可以生活無憂 但是我們的下一代又如何呢 或者我們下一代又如何呢 如果我們有這個團結關懷的心 不要只是這麼自私 想我們自己的話 都真的要想起我們的後代 即是我們後代的世界是怎樣呢 這個正正就是通與我們思考的一個核心問題 如果我們不想我們未來的孩子們 生活在一個很悲慘的世界當中 我們真的要思考我們現在的生活的方式 和生活的態度 是否應該去盡量改善呢 所以我們看回教會有甚麼的憤怒 提醒給我們呢 我們特別介紹一下這本的 《願你受贊重通語》 這本通語是2015年出的 都是屬於比較近期的一本教宗的通語 我們剛才說的通語有百多年的歷史 之前可能大家聽過不同的教宗 《教宗叛督十六》 或者《願望保祿二世》 其實不同年代的教宗都有寫過不同的通語 他們可能就算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 就會想告訴當時的教友 我們應該怎樣去關心我們這個世界呢 不同的年代 教宗寫的語言當然也不同 所謂的語言就是它的文筆 所以其實近代的通語 可以說是比較容易看的 翻譯中文其實是更容易看的 所以也很鼓勵大家去看 不如我傳這本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教宗叛督十六》這份通語 正正是看到我們的心態問題的迫切性 他覺得也想提醒我們人類去關心 去瞭解這些問題 所以就寫了這份通語 希望我們做一步探討 什麼是發展 發展就是我們的整體的經濟發展 社會發展 跟我們的關外窮人之間那種的關係 我們對環境那份的責任 探討我們的問題的根源 剛才所說的 就是人類中心主義 怎樣用我們的福音精神 我們的社會奮鬥的價值觀 去做一些反省和回應 還有他這份的奮鬥 特別提出了一個觀點 叫做整體生態觀 稍後也會說一點 用這種的角度 去回應我們的生態的問題 希望可以集思講益 一起去想一些策略 怎樣去 可以國與國之間 一起共同的努力 去解決這些生態危機的問題 所以就有這份通譽出現了 這裡列了這份通譽的內容 它分為六章 就像我們剛才所介紹的 C.George A. approach一樣 首先就是介紹一下 我們共同家園所發生的問題 就是剛才所介紹的氣候變化 天災等等的問題 還有其他的 例如空氣污染 水污染 或者環境污染 它都列出了很多不同的環境的問題 然後就從聖經的角度去看 我們在聖經的故事中 如何看待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問題的根源 人性的根源 提出這個整體生態觀 然後就去到行動的策略 指出我們的一些方針路線 可以如何從事一些生態教育 我們自己如何透過生態靈修 去幫助我們 去建立一種態度 去真正回應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說 從這些內容 看到它想指出 就是我們地球和窮人之間 那種密切的關係 世界上的萬事萬物之間的連結 人和人之間 人和動物和植物 甚至整個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或者人和天主那份的關係 都是很重要的 幫助我們去理解 我們生態的人性的意義 無論是國際或者本地的政策 可以做些什麼去回應 以及個人的角度 又可以如何透過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去參與其中 這就是整份原理受贊助的編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們剛才提到這份通語 最基礎是來自我們的聖經 聖經的創造故事也沒有人認識 這個創造故事正正是提醒我們那份的關係 天主創造人是第一創造 最後才是創造人的 就是天主創造了天地萬物 所以其實每一個天主創造的 每一個天主創造物都有在大地中的一個位置 人也有人的位置 我們不同的受贊物之間的關係 如何去疏離呢 這個聖經故事正正是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人和不同的受贊物之間的關係 是要我們去肯定和正事的 其中就是我們人作為一個大地的管家 也是源自我們創造的故事的 既然天主交託了我們作為一個管家 我們也要做一個負責任的管理員 天主給我們一個很美好的世界 但剛才也看到了 很多人都做了很多破壞性的行動 將這個世界搞到一塌糊塗 我們如何將它重新變成為 原先天主創造的一個美好的世界 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希望都可以將我們管家 管理員的責任重新去肯定 然後肯定所有的受贊物 都是來自天主 都有它的價值 都有它的神聖性 不要以為只是人才有這份價值 因為如果我們以為人才有價值 我們可能會犧牲很多其他 無論是毒物、植物 特別是亞馬遜森林那片大片的雨林 很多人都覺得是樹 又不是什麼生命 就斬了樹 我們就會有很多樹木、木材去用 但你想想 其實斬了樹木 很多的動物和昆蟲 其實都沒有了一個棲息的地方 其實對人長遠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也不要這麼短時間 都是要看我們管家的責任 除了看我們聖經的來源之外 我們就想想為何教宗會選擇2015年 這個時刻去頒布這份原理受贊重通語 原來有少許歷史的因素 我們看回這些年份 其實國際社會在很多年前開始 已經去談這些生態環境的問題 譬如在90年代已經開了 在巴西里的熱內勞 開了地球峰會 商討這個可持續發展的主題 然後就因爲地球峰會 各個國家都覺得 需要有一份協議書 簽一份協議大家一起遵守 所以就有了這份 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 然後每個階段的時間 這些國家就會聚在一起 就去開一些有關生態環境 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會議 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年份 都有一些的會議 不僅僅是這些的年份 其實每一年都有開一些國際性的會議 去討論一些環境問題 不過到了2015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幾個會議是很決定性的 一個就是跟錢有關 因為很多時候環保的工作 原來都是要資金的 那些貧窮的國家在哪裡賺錢呢 所以就有了這個 籌募資金的國際會議 就在選擇了一個非洲的國家 埃塞俄比亞的Edisababa 為何選擇在埃塞俄比亞呢 大家都知道 因為一個貧窮的國家 最需要大家去援助 所以就在這個國家 去談關於籌募資金的問題 然後就是聯合國又討論了 訂定了一個會議 特別在2015年會開一個 巴黎氣候變化的會議 其實教宗都是想在巴黎氣候變化的會議之前 去公佈這份通譽 希望借這份通譽 去表達我們天主教會對於這些問題的意見 然後就可以參與其中了 所以為何2015年頒布這份通譽呢 原來就是要配合這個巴黎氣候的會議 所以我們看到天主教頒布通譽 有時候都會配合一些國際的氣候 正正是國際社會都覺得這些問題很嚴峻 如果我們再不去正視的話 我們真的不用等世界末日了 其實只是等這些氣候問題 可能已經會影響到人類的生存空間 所以我們教宗就制定了這份通譽 剛才提過的《京都議定書》 我不詳細說了 《巴黎氣候峰會》 當中提過的一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很多國家參與其中 特別提到每個國家都應該努力去控制自己的碳排放 剛才提到碳排放對於氣候的提升是很重要的 溫室效應的影響就令到全球的氣溫上升 如果我們每個國家都可以控制自己的氣溫上升 就可以凌智到我們世界的氣溫不會那麼快升高 不會令到升高會怎樣呢 譬如北極的冰川都會溶解 溶解後會怎樣呢 就會凌智到水位上漲 水位上漲會怎樣呢 可能居住在海岸邊緣的國家或者一些島國 就會被淹沒了 所以一些太平洋島國的國家 現在是很擔心的 什麼時候就會被淹沒呢 我們香港還說要建明日大嶼 填了大嶼山的一個地方 成為一個新的小島 為什麼這麼多環保組織都不會那麼贊成呢 正正都是和氣候變化的因素影響有關 會不會很快 我們建完那個人工島之後呢 這個水位就已經上升了 整個島都沒有了 我們建起來有什麼作用呢 又或者到時建完之後就沒有影響的 但是已經搬了一些人去住了 但是會不會像太平洋島國那些人一樣 很擔心有一天就會被淹沒呢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 除非我們真的可以控制到 這個氣溫不會再上升 所以這個巴黎氣候峰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所以正正是這些問題 我們教會就提出了 氣候變化是一個很嚴重的影響到我們的環境 社會經濟資源分配 以及政治的一個總體性的問題 也是人類面對的首要挑戰 所以我們要怎樣回應呢 都可以說用我們教會的其中一個原則 剛才提到社會奮鬥的一個大眾公益的原則 common good 所以我們都用這個原則去看的話 我們就是要去對其他的兄弟姊妹 以為一個責任的意識 如果我們沒有了責任意識的話 我們對很多這些問題就是無動於衷 不如我們看看香港 這個真的是流水響的一個問題 其實這張照片是很多年前的 我以為已經沒有了 因為我記得我早幾年去流水響 就看到水堂又滿了 但是我去年去流水響的時候 正正又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水堂就沒有了這些水 原則我打算去看看水平如鏡的一個很出名的景色 但去到後發現原來正正是受著一些江海的影響 其實對香港也是有影響的 我們剛才看過一個片段 正正因為出了一份通語 所以教宗就說過了七年 其實很多時候教宗以往出的通語 就是過了一段時間 都是希望想知道究竟實踐了多少 但是很少用一個拍片的形式去了解 與時並進 所以教會也覺得 我們很多人都看社交媒體 或者是上網看YouTube片的 所以教宗也覺得 不如我們自己也拍一段片 用多些人去關心這個議題 不僅如此 除了拍這段片之外 他還出了多一份文件 所以你看到在去年 2023年 教宗就多出了一份文件 就叫做 請讚頌天主 之前那份叫什麼名字 願你受讚頌 新這份文件就叫做請讚頌天主 為何會叫做請讚頌天主 原來也有一個原因 背後的原因就是 原來很多人正正和人類中心主義有關 有些人覺得自己的權力欲 或者欲望很大 控制的欲望甚至比天主的角色更加大 好像超越了天主的角色 所以就不管天主所原先創造的原意是甚麼 只是用自己的角度去對待萬事萬物 所以他就透過通語去提醒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要贊頌天主 天主才是最終的創造者 我們不要以為自己是可以控制一切的 所以這份通語叫做請讚頌天主 以及都是回應照顧我們共同家園的主題 有些人就叫這份通語 叫做願你受讚頌的2.0 因為很多時候 他的內容其實都是有一個持續性的 所以在願你受讚頌通語中提過的東西 他有一些會重複一點 但他不會重複太多 然後他集中精力 就是講關於氣候變化的問題 以及國際社會的責任的問題 他就用了很多篇幅去講這些重點 他裏面也指出很多的問題 他也引用了一些其他國家的關心 又或者其他地方 特別是一些面對的問題 他就自出了 我們採取的行動 是過去的七年 其實是真的不足夠的 我們都接近這個崩潰邊緣 所以我們一定要再盡我們的努力 其中他也提到一些數字 我不在這裏和大家詳細看 不過我在網上找到這個數字 有些確是將1959年至2019年的全球碳排放量 做了一個對比 看看哪個國家是碳排放最多的 從前的美國 中國現在已經去到我們也有份了 大陸、香港、澳門成為第一位 所以我們真的有一個很重大的責任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過去幾十年就開始很蓬佩發展 中國是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人口也是全球最多 很多時候經濟發展 自然會有很多工業的發展 用很多的汽車 排放很多的氣體 怎麼可以去減少碳排放 其實近幾年 中國真的做了不少的功夫 去減少碳排放 因為他真的知道有這個表這麼厲害 全世界都看得到 怎麼辦呢 他真的找了很多學者 去研究潔淨能源 怎麼可以透過一個 他有一個slogan 青山綠水 我們就要令到中國都成為一個大家的適合人住的家園 希望可以真的鼓勵到大家 可以減少用碳排放 以及用多些潔淨能源 所以他也有去開發一些可在生能源 還有一些天然氣體等等 我剛才也提到的 請贊重天主 其實這一句都是來自這位聖人 大家都一定認識 聖方世 亞西西的聖方世 其實為什麼會來自他呢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幾個月了 這個月份 九月是什麼 其實九月一號開始 正正教會定定了一個 Season of creation 受造戒時期 由每年的九月一號 至十月四日 這段日子 就叫做受造戒時期 提醒我們要因為基於信仰 去關心我們整個受造界 人類 我們其他的受造物 都是要從我們的生活入手 每天都做一些小小的行動 無論我們祈禱也好 我們去從事一些 譬如一些和大自然的接觸 種植一些花草 又或者我們去做一些回收的行動 減少浪費等等 每一天都可以做小小的事 去呼應我們都要贊重天主 這就是提醒我們 聖方仔 大家有否聽過 聖方仔有一首很出名的聖詩 就叫做太陽歌 他寫了一首的聖詠 有些人就將它抱成一首音樂 外國有英文的文章 香港 中國都有自己的文章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聽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色隨尊便 採用聖方仔的太陽歌的詞 然後提醒我們 要去愛惜我們的大自然 因為這是來自天主的創作 需要我們好好地珍惜 所以這是受造界時期 所以每一年 教廷都會因為受造界時期 教宗會說一些說話 然後透過跟普世教會的一些信息 呼籲我們去關心 譬如他在最初2022年的時候 他提出了要聆聽受造界的呼聲 提醒我們 去聽聽地球有沒有一些呼喊 說回自己的困難 被忽略了受苦 呼籲我們聆聽這些悲苦的呼喊 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回應受造界時期的訊息 這個請贊重天主的通語 有這些內容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短很多的 我映印了一份出來 其實只有幾頁子 因為是2.0 其實就是要呼籲我們 也要關注全球氣候和危機 解釋 除了人類中心主義之外 他提到技術官僚的體制 很多時候我們純粹從技術層面 去關心環保問題 但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 其實每個人的價值觀 其實都很重要 如果我們自己沒有一個歸依 為何會再次強調生態歸依 如果我們沒有了這份歸依的精神 沒有了透過靈修去鞏固我們這個價值的精神 可能很難去落實這些策略 或者一些回應的問題 的方法 所以就呼籲國際社會也好 或者我們基督徒每個教會本身也好 擅盡我們的責任 透過我們不同的方式去回應 剛才我們說原理受贊重 就是回應巴黎的會議 而這份的請贊重天主 就有另一個會議要舉行了 就是這個在杜拜舉行的 叫做聯合國氣候變化干擾公約 第28次提約方會議 名字很長 英文簡稱是COP28 COP就是Convention of Parties 就是這個替約國 就是簽署了這些公約的替約國 就是要定期開會的 開到第28次了 大家在這第28次的會裡面 是否應該再落實一點 加多一點力去回應這些問題呢 所以教宗就在這份文件裡面 真是很具體地去說回他自己對這些 就是國家有什麼期望的 也去檢討國際的會議有什麼得失 他真的檢討了 又列出了一些成就 又說了一些缺失 他都自出 讚完之後他都真的自出 就是有些國家真是執行不力 辦事不力 所以他行了這麼多會 其實都還未有成效 所以要叫各國的領袖 真的要去落實這些承諾 還有真的有一些機制去監督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能源轉型 每個人的參與都真的去做一些事情 這個COP28 就是去談一些 很多剛才所說的 關於能源的問題 關於如何資助一些貧窮國家的問題 這裏就是其中一些重點 27、28兩次會議合起來 真的有談過一些成立一個基金 叫做損失和損害專項基金 呼籲一些富裕的國家捐一些錢出來 去幫助一些貧窮的國家 也都明確定定 去控制我們的地球的溫度 不要再上升了 這個1.5度 其實都是以前定下來的一個界限 希望各個國家 真的去落實這個目標 另外就是要大家去推動一些實施方法 呼籲大家在自己的政策裏面 從一個化石的原料去轉為太陽能 或者可載新能源 風力發電等等 這些健康的能源 各個角度去出發 剛才也說過了 有些太平洋國家特別去關注這些氣候變化問題 所以這個氣候公義決案 都可以說是一班太平洋島國的大學生 特別是雅魯雅圖政府 一起去推動的 就去到聯合國那裏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個氣候公義的決議案 就真的去推動這些國家去執行國際的公約 如果不是 因為這些島國真的有被消滅的一天 所以這個氣候公義的決議案 雖然是一個沒有很具體的執行力的決議案 但也希望可以透過一些國際的壓力 可以給予一些碳排放很大的國家 希望他們真的為了一些小過著想 去認真去對待這些碳排放的問題 來到我們的整體生態觀 我們教會特別在這兩份通譽 都提出教會的整體生態觀 是指甚麼呢 其實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說 《願你受贊重通譽》 就叫他做一份環保通譽 但是不是一份環保通譽呢 他既是一份環保通譽 但其實都是一份社會訓導文件 我記得其實教宗方濟國 在一次的場合他特別提出的就是 大家不要只當這份通譽是環保通譽 其實這份社會訓導的通譽 其實是提醒我們 很多時候我們的生態環境問題 和人面對的問題是分不開的 特別是一些窮人的問題 所以他就說我們特別指出 就是萬事萬物相連的這個觀點 所以為甚麼提出 用一個整體生態觀 去看這些不同的社會問題呢 即是說我們社會上出現的各個環節 譬如環境 經濟 社會 文化 以至日常生活 其實都是息息相關的 即是連成一線的 即是我們如果分開來處理的話 那就可能會忽略了其他的環節 在面對的一些問題 所以他就說即使我們面對一些 生態環境問題也好 即是我們都要很連貫性地 將這些所有的問題 一起去檢視 所以如果我們在經濟或社會層面 不配合環境問題的話 永遠都解決不了 這個生態災難問題 因為很多經濟的活動者 特別是一些大公司 跨國企業 就覺得我們每樣都要說環保 會不會令到我們的回報會減低呢 我們的經濟利潤會不會減少呢 就很擔心這些議題 經常都說環保問題和經濟問題 不應該這樣一起處理的 不過很多經濟的學家 或者一些從事經濟活動的人 都越來越覺得 其實各方面的問題 都真的不能分開處理 如果你忽略了環境問題 可能對你的經濟發展 都可能造成很大的傷害 如果你的經濟活動忽略了環境 譬如你為了生產一些的成衣 或者生產一些的飲料 就是汽水或者一些不同的飲品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一些水去清潔 可能會污染了一些國家的河流 這些人民的飲用水 令到當地人民就沒有辦法自己去生活了 其實這些都跟人的生存是很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些所有的問題都要連成一線去看 所以我們很強調全球性全方位去看這些問題 這就是我們教會的整體生態觀 所以我們說如果從一個社會學 比如社會生態學的角度去看 社會機制的健康必然對於環境和人類生活的品質 是產生了影響的 包括了社會群體 家庭和更廣泛的地方 國家和國際社會 而這些機制如果被衰弱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些很不理想的後果 可能出現了一些不公義、暴力、自由的喪失 以及對法律的缺乏尊重 這些所有都會對環境產生了影響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整體生態觀 正正是我們將所有各方面的問題 都是要看到他們的交織在一起的原因 所以我們看環境問題 也不要忽略對其他人的影響 或者對文化或各方面的日常生活的影響 我們剛才開始的時候 也會提過一些社會憤怒的相關原則 其實這裡我再次列出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這些原則 跟我們怎樣看一些生態環境問題 都很息息相關 我們說到人性尊嚴 剛才也說了 很多時候都跟窮人的生活處境很有關係 因為他們最沒有能力去搬遷 或者可以去決定自己的命運 因為他們根本只能有能力去住在那個地方 永遠都要住在那個地方 如果發生了一些天災人禍 那可以怎樣呢 可能都要等其他人去救濟 那他們怎樣去重申得力呢 都要有些人去幫助他們去更新的 人的社會性就是很強調 我們人與人之間 我們看到住宵幾灣住黃大仙 雖然不是我們自己的區域 我們會不會覺得他們的問題 都是我們的問題呢 或者一些工人他們都受著氣候變化影響 我們又怎樣去關心他們呢 都是人的社會性的角度很有關係的 我們要和其他人的合作 政府和其他的民間組織 和我們每一個人民 其實都是要互相合作 希望可以去回應這些問題的 大宗福祉是我們整體社會的一個理想的指標 希望可以以所有人的福祉為一個依歸 追求更加大的美善 團結關懷都是我們剛才也說過 我們對於其他人的關心和整體的關顧 都是我們要提高這些認識的 所以基於這些原則 我們要將這些原則內化成為我們一部分 我們的靈修生活其實都很重要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說我們都知道 誰不知道身體問題很重要的 誰不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但怎樣可以推動到我們 真的透過我們的身體力行去出一分力呢 其實都很和我們自己的生活態度 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的聲稱很有關係的 那怎樣可以改變到我們這種生活態度呢 就和我們的靈修有很直接的關係 所以為何我們提醒我們有一種的生態靈修 就是令我們意識到我們和萬事萬物的連結 讓我們都覺得我們無論是和其他人和大自然和現實世界 其實都是不是分割開的 所以我們都要去反省一下 我們每天祈禮的時間都可以回顧一下我們的生活 就是有沒有一些細小的行動 其實都可能破壞了這種關係呢 那我們怎樣可以作出一種的悔改 認罪 那麼重新作出一種的生態歸依 就是讓我們都重新可以去痛改前非 和我們其他的受造物 和我們的大地都建立了一種更加密切的關係 那麼這個其實都是和大自然和其他人 和天主的關係都是分不開的 好了有了這一種我們的生態靈修 我們都要推動我們去改善這一種的價值觀 或者我們的生活方式 那我們就要追求另一種的生活方式 我們不是說要將我們現有的生活方式 翻天覆地去轉變 可能你們現在都已經是一個很環保的人士 或者和其他人的關係都很無限 那就最好了 但是人不是完美的 無論如何都會發掘到 可能有一些地方都值得我們再去改善 重新和我們去反省一下 我們沒有這些地方做得不足的 而去追求另一種另外的生活方式 從而去多一些接近自然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強調接近自然呢 就是意識到我們和土地那份的連結 其實會更加令到我們沒有那麼容易 去破壞了其他受造物那份的需要 或者令到我們不會覺得大自然不是人 所以就不需要那麼去關注他們 因為我們都聽到 很多時候都說的 比如有環保造星說 我們不要破壞一些生態 比如一些濕地 或者是在一些貧林邊緣 去受到影響的一些物種 或者我們要去關心 保育一些無論地方也好 或者一些動植物 濕生的地方也好 有些發展商就說 我們應該關注 人多過關注這些非人類的物種 所以就不要關注那麼多這些人 所以我們有時都要反思一下 究竟我們的生活方式有沒有選擇的呢 即使有些人覺得我們住屋也很需要 我們香港也要很多土地去建房子 我們夠不夠土地去建房子呢 有些人就說不如用一些郊野公園去建房子吧 那麼這個是不是值得這樣做呢 我們有沒有用盡其他方法 去用一些不是郊野公園的土地去建房子呢 或者有些土地我們限制了 根本沒有開發的 是不是應該用了這些土地 然後才考慮其他有生態價值的用途的土地呢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凡事一下的 所以有些人就會鼓勵教友 或者有些學校都很多時候鼓勵學生的 不如我們都去種植一下吧 我們培養在這種種植的方式 其實都是跟大自然的一種連結的 譬如我們有沒有人住在新界區的 新界區可能比較容易接近郊外的地方 或者有很多的農莊都可以用一些去種植的 不過原來我們的市區 現在都多了一些市區的農莊 所謂城市中的綠洲 我大半年前就發現我家附近 都有一個工廠大廈的天台 就成為這個農莊了 我就去看看 其實我朋友帶我去認識一下 所以看到就是這樣了 很多人可能住在城市 就沒什麼機會去耕種 就會租用了一些細細塊的 方格的土地 去種一些農作物 都真的挺好收成的 種了半年青瓜 真的已經收成了幾十條 我覺得都是一種習慣 培養你定期去關心這些植物 大自然 其實都是培養你聖情的一個渠道 當然不只是這種方式 也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我們說 我們過一個綠色的生活 可以從衣食住行的角度 都可以去入手 我們說盡量去用綠色飲食 看看我們的飲食 有沒有真的有破壞環境的地方 或者很多時候 現在都開始多些人去鼓勵 有機耕種 有機去食材等等 如果大家可以有能力的話 有找到這些食物的話 都不妨真的可以支持一下 這些有機耕種 有機飲食等等 綠色消費 就是盡量少些去包裝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用這麼多包裝 我們以前賣水果 都可以用少些包裝 但是大家現在去超市看到 幾個水果 有發布膠 有保鮮紙 然後再多一個袋 真的很多 如果你很多時候網上購物 或者淘寶購物 就更加多包裝 我盡量勸大家不要淘寶購物 因為淘寶的包裝是零射多的 一個小小的物件都會成為一大盒的物件 因為收到的時候已經有很多重包裝 所以我們都希望可以盡量 如果不可以即時 完全被寫一個綠色消費也好 可以盡量去檢視一下 大家的消費的習慣 可以盡量減少一些包裝 或者不要浪費食物 盡量煮多少就吃多少 或者吃不完的可以帶回家 或者自己帶個外賣盒去買食物 現在很多時候都說 盡量用一些環保的餐具 這些都是一些有用的方法 當然我們不要做少少 有沒有用的呢 大家都不做當然就沒用了 但如果大家都做 你也會影響周圍的人都做 其實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習慣 其實都可以是一個榜樣 不單是自己的家人 也能告訴政府 我們作為市民都很注重環保 你作為政府是不是都應該推行 更多的環境 即是環保的政策 這真的有很大的作用 因為很多時候政府都說 我推出來 人民又反對 他們都不支持 垃圾徵費 每個人都反對 那推你做甚麼 不過可能他真的推得配套不夠好 但如果配套是好一點的話 是否真的可以令到 每個人的責任都好一點 所以我們說 我們個人固執有責任 其實通月都提到的 政府的責任更加大 所以我們都希望可以 無論是地方政府 或者是一個國家的政府 國際層面也好 其實不同的層面都有自己的責任 可以透過制定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國際的協議 真的去監察我們的氣候變化 或者一些環境的污染 令到我們的信仰的價值觀 真的可以落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的社會生活當中 譬如政府有甚麼環保政策 可以很多的 譬如剛才提到風力發電 香港這麼小可能做不到風力發電 我去旅行的時候 真的見過一些非洲國家 真的有風力發電 歐洲國家 可能特別德國 有很多太陽能發電 不同的國家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政策 譬如中間的圖 大家認不認得到是甚麼 香港的 一間公司是從事一個回收 就是一個紙包盒的回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叫做喵喵的公司 可能大家喝紙包飲品的時候 都沒有試過紙包盒回收 可能沒有試過 其實原來紙包盒都可以回收 香港有一間公司 專門做紙包盒回收 因為早一兩年 政府收回了工廠 令自己差點倒閉 但是因為很多人士都支持他 呼籲政府快點找回地 給他租過廠房 可以再投入環保事業當中 所以最後幸好他真的找到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又經過疫情 疫情之後 他現在又重新投入垃圾分類當中 我們其實從事垃圾分類 都可以是其中一個的 我們的生活習慣 可以支持環保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自己的區 都有一些陸在區區 陸在看自己的區叫什麼 可能他現在都有一些外展的服務 如果你不接近他的店 店舖的話 都可以在外展的地點 去做一些回收分類 這個其實都是要政府做得政策好的 我見譬如有些外國 日本 台灣 甚至美國有些地方 其實做回收政策 或者垃圾分類做得很好 所以可以令整個社會都 很配合到這個政策 所以我們說各個層面都可以去配合 最後我們看回我們的分島 原理受贊重 其實教廷在教宗頒布了 原理受贊重通譽之後 其實教廷成立了一個部門 一個辦事處 專門去推廣這些原理受贊重 通譽裡面的不同的建議 這裡方便大家去認識 列出了一些主題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回應我們的目標 剛才提過的 譬如生態環保 我們生態教育 我們的一個生活的方式 一個減薄生活的方式 我們的經濟生活 或者窮人都要我們關心 我們的環保政策等等 其實都是原理受贊重通譽的 其中一些目標 教廷更加出了這個網頁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看看 他就是呼籲世界各地的地方教會 包括我們香港教區 都可以成立一些小組 例如無論家庭角度 家庭層面 教區層面 唐區層面 或者教育機構層面 社福醫療服務層面 或者民間組織 經濟的角度層面 我們的宗教層面 都可以做一些事情回應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自己的唐區 有沒有一些相應的措施 我知道有些唐區 已經成立了一些環保小組 幫助唐區 在不同的方式 無論是蒸手垃圾 或者唐區的活動 盡量用環保餐具 或者有時候會搞一些戶外活動 行山的活動 其實都是幫助大家 可以有這種意識 去過一個更加綠色的生活 亦都符合我們的整體生態觀 這些都是希望可以 透過我們身體力行 我們剛才說 理性、感性和行動、實踐 都是要去貫穿我們的信仰 所以我們認識了通語的內容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生態靈修 可以感染到我們 打動到我們的內心 去有這種價值觀 然後推動我們 透過我們的實踐行動 可以真正做一個名副其實的 綠色基督徒 那就最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可以 因應自己的不同的方式 去實踐我們的信仰 大家都是剛剛開始了 大家的信仰歷程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的 包括我都是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勉勵 做一個更加好的基督徒 好 我們謝謝各位 谢谢大家